拜登在美国时间周三宣誓就职之后 立刻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工作 一上任就签署了17项行政命令 推翻不少川普政策 我会在这里签署的第一条 是关于疫情 我一直以为要有保障的保障 保障的保障 口罩领事要求所有在联邦政府 永留的土地与建筑物内人士 包括民航机 火车以及其他交通工具 必须要戴口罩 为期100天 虽然联邦政府没权下令州政府采取什么防疫措施 不过行政命令表明鼓励各州自行实施口罩令 拜登表示要检讨联联邦机构种族平等状况 下令当局播更多资源支援少数族裔 而第三项是从竞选开始收到上任 让美国冲犯巴黎气候协定 估计最快30天之后可以恢复 其他行政命令还包括推翻连接加拿大的输油管计划 喊停美墨为强工程 终止去年5月美国退出示威的程序等等 随着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 不及拜登的政策可以在国会顺利通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